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客场十三连败 菁英哪怕是美联东区垫敌 也得顾过面子吧 连着三局让菁英近战二三类 红袜先发Palmarize 这回跑不过 Edden Jones一棒两分打点先听仗 后头Manny Machado再跟上一棒 三打数三安打猛打赏 占据美联全力打王的Machado 用实际表现为下张合约打拼 但红袜救人要跟你先拼先 Bex一样三打数猛打赏 可是两支二雷安打外加一支全力打 不但稳坐美联打击王 十字鸿也跟Machado并列全力打王 双方三分差来到八局 红袜攻势在气 靠着Nunez左外野二来安打 红袜要逆转再线输光 回到两分差距而且几成蛮累 关键时刻再轮到双冠王Mookie Bass打击 能不能逆转战局就看这一棒 结果不营养飞球 红袜反攻气势顿时灰飞湮灭 反观金英九局上再靠川普二雷安打 攻下巨大的保险分 中场金英就以7比4三分差 终结难看的客场4三连败 和对战红袜的7连败 一胜难球的金英先发CUP 2018胜头也终于开张 明日新闻林早 郭许臣 组合报道